大家好我是麒麟兒 三年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每天打開三國之戰略版的日子 已經滿三年了 相信大家都累積滿滿屬於你們的英雄故事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屬於我的英雄故事吧 我是一個非常喜歡三國題材的玩家 從小時候的三國之9 三國之11 到大禹的三國全新傳234 我也都是玩家 但自從三國之11之後 我就漸漸少玩了很多三國的題材的遊戲 可能是都沒有打到那個點上吧 都覺得還好 直到三年前三國之戰略版的出現 一樣是三國的題材 但這次三國之戰略版是光榮兼製的 又讓我對這款遊戲有了更多的信心 最後在古阿末的推波助欄之下 我進入了三國之戰略版的世界 打開一個三國創造一個世界 是我進這款遊戲第一段看到的話 帶著探索未知世界的想法 我進到了65伏 開啟了我的三國世界 一開始什麼都不會 就這樣跟著新手任務 解到了人生的首張首抽 也就是這次的首抽 電競了我要留下來的想法 我的首抽就是諸葛亮 嘿嘿嘿 對了我第一個五抽 又抽到一個諸葛亮喔 但是三年了 我再也沒有看過第三張他的 呵呵 我還記得我第一個組成的全金卡隊伍 是諸葛黃莊跟徐樹的演員工 這隊呢也陪我走完了 朦朧的S1賽季 不知道各位你們還記得你們第一隊組成的隊伍是什麼嗎 如今我還是記得這隊演員工 在S1給我了還不錯的遊戲體驗 進入了S2賽季 那是我第一次大課金 一波就為了想要一張陸訓 結果呢就是我第一張陸訓 直到S13才來 呵呵抽卡嘛就是這樣啊就是 嘖難免 同時呢在這個賽季我也認識了 聚聚、龐城、兔兔維曼等小玩家的夥伴 到了S3、S4賽季 我認識了傑哥的人 在傑哥的帶領下也第一次感受到了 這遊戲管理層的開心啊以及這些艱難 這遊戲的管理層真的是 對這遊戲都要非常非常的有愛啊 也是在這個賽季呢出了我人生第一張影片 就在上面 這個動作 接下來呢認識了盤古串串等人 野火拿到了玩這個遊戲第一次的霸業 感謝盤古串串的各位 後來認識了克拉教的各位兄弟 在這裡我感受到了很深很深的凝聚力 不管是被打到出身中又或者是被打到弱匪 大家總是永遠都是同進退 在這裡呢有 一夫檔官的栗子將軍 一夫百姻的教主 竹竹藝人大軍繽紛多路的趴叔 一馬當仙的馬將軍 若瑜有骨哥 阿馳羊 夜貓群的阿金 白龍 聖人 迪卡 兔兔 暴走兄弟的賭徒 跟九叔 解倫哥 南宮濤 千千 大英哥 梨兒 阿滿 羽音 明日祖的各位 小可寶貝 雷霸等 也謝謝我們這一季的管理層 阿瑩 船長 小眼睛 小眼睛 馬將軍 艾爾什 教族 Office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念 還有這個我完全不會念 我們的衛將軍大大 軍巢 軍巢 宇文流 蘿莉 皮皮 以及卡瓦伊 還有雖然不同的伺服器 但常常跟我聊天分享遊戲的 小野巢 瑞智的君主 羅倫斯 焦糖布丁等 好多好多因為這遊戲認識的朋友 這是屬於我的英雄故事 你是否也有屬於你自己的英雄故事 想要分享給大家呢 歡迎投稿到我的頻道 那在三週年的今天呢 我也想要謝謝 各位出現在我英雄故事裡 還有在鏡頭前面的各位你們的陪伴 那祝大家三週年快樂 大家掰掰 謝謝